你的脑袋里面会产生脑电波 再把它记住之后 它会传达到你的手脚 各部位 叫你不要偷懒 因为你要还到一千多万的负债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早晚在家中午休息的时候 各念十次 还有你偷懒的时候 你也要把它念 念久了你就会知道 它很有用 它很有用 所以这两个 你如果还没设定目标 你如果还没有这个输入你的潜意识的人 麻烦你一定要去做它 因为我当初我也不相信 我跟各位一样 怎么可能要骗我 一天念三十次就会赚到一千万 不是一天念三十次就会赚到一千万 是你常常告诉你自己你要记得 你想要 还有吸引你把则 会吸引一些可以让你达成目标的人一起进来 所以我就设定好之后 开始努力工作 到了第四天 奇迹发生了 各位 奇迹发生了 我开始相信我的老师 我第四天的时候 接到一通电话 那时候我还是新的 我根本就不会带看 他说这个我要看房子 我要租房子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下房子 我说好没问题 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经理 我说这个经理赶快帮忙一下 我都没带看过 我怎么怎么去带看 他说我正在忙 我可能没办法帮你 你必须要靠你自己 你赶快去带看 我就硬着头皮 我就去带看 那带看之前 我又念了十次我的目标 好不好 我要还掉一千多万的负战 我不怕 我不怕 我一定要还掉一千多万的负战 所以我自己去带看 结果这个很神奇 我五分钟我就成交了 有成交不是因为我厉害 我一点都不厉害 我是一定要 他来租房子 八千块的房子 他说要租房子 我说那个租房子 我才赚几千块的很少 我就说这个 请问那个大姐 这个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 我自己买一间房子 他说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我可以买房子 我说你租房子 租十几年的 你怎么没有想过 要自己买一间房子 他说可是每次我去租 他就租给我 也没有业务员跟我讲过 我说那你现在想不想 买一间自己的房子 他说可以啊 可是我只有三十万块 以前大概十万块 就可以买到房子 他说我只有三十万块 我说我帮忙你 我们公司是这个建设公司 其实这个贷款能力 还算蛮强的 我说我帮忙你 他说好啊 那就回去公司 马上签约成交 我那一户赚了二十九万两千块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业务要怎么做 没有怎么做 就是把你想要跟你的客户讲就可以了 你能够帮助他 你就可以赚到你要的钱 所以这个赚到了二十九万两千块之后 我非常非常开心 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厉害太聪明了 怎么可以那么简单 然后就第四天 我的经理都还没带我去带开过 我就自己成交了 我就用同样的方法 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 这个一直一个月到六个月 我每个月都赚了十几万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 这个第七个月的时候 我没有成交 我没有成交 因为业务事实上它是以年收入来算 不会每个月那么平均 但我以为我可以做得到 第七个月我没有成交 那这个银行这个人员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这个旅先生 这个月的信用卡又到了 你要缴 你若是不缴的话 你不但这个会利息会增加 还会被罚委员金 我说你知道我这个 假如你们信用卡 假如超过十年了你知道 我光这个利息都已经超过我的本金了 你可不可以通融一下 我现在很正在工作 在还你的钱 可不可以帮我降低利息一下 他说你要记住 跟这一句话记起来 居然跟我说 因为你的信用太好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降息 各位 我这个逻辑怎么那么奇怪 我信用卡是我的优点 但是怎么变成我的缺点 他说你信用太好 没有办法跟你降息 我一时这个头脑还转不过来 你知道吗 我说好 我就挂到他电话 我就坐在沙发上面 我在想 奇怪了 事情总要有个解决 我要把它想出来也可以 他说信用好 所以不能降息 我在想了一个钟头 后来我想出来了 我真的是聪明决定 我说 我知道了 原来逻辑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信用不好 他就可以降息了 对不对 我真的很聪明 对不对 给我一个掌声鼓励 你没有怀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这样就结束 那你太小看我了 对 你说对了 等一下送你一本书好不好 我继续往下讲 我说 那如果 我没有怀的话 他会不会贵的求我 对 真的会贵的求我 所以我真的很棒 你知道吗 我的人生的转捩点 就从这个银行行员开始 我如果没有放掉我一千多万的信用 我到现在应该还是负债一千多万 然后每个月也二十万要去缴利息 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这个银行行员 到底是谁这么硬的对我 我这样拿红包去送给他 我这样包红包给他 然后结果我说 诶 讲通了 如果我不烦的话 我 你又要贵的来求我 所以 我当下就决定 隔天我把我所有电话全部换掉 我把他真的真的 我把我所有电话全部换掉 换掉所有电话 听到没有办法来打捞我 再来 三天后我就搬家了 搬到 真的 我搬到我的这个第二个老板的家 我的老板今天又来 就坐在后面 那根佛光光的那一根 我说我们领导今天这个 我来听一下我们的分享会 我说老大 我没有房子住 他说你先去住那一天 所以我很感谢我的老大 我就搬家了 从此之后 真的 我的人生开始 迈向一万人生 我的人生从此开始 迈向一万人生 我放弃了我所有的信用 我觉得那天搬完家之后 我好开心 我买了很多的菜 在家里自己庆祝 我跟我的小朋友说 那个 爸爸从现在开始会认真赚钱 不会再让你们这个受苦了 这个第三天晚上 我要拿出我的成功手册 因为我的这个目标已经 这个被我自己消灭了 我的一千多万负债没有了 我先把他放在旁边 我不想还那一千多万负债 这个是你逼我的 不是我要的 你如果客气一点对我 我还会继续还 我把他放在旁边 我要重新设定一个目标 所以你看方法是一样的 要照做 一定要照做 我这一次设定的目标 我在想说 我都可以还掉 三年我要还掉一千多万的负债 我当然可以三年赚一千万 我就自己设定 三年我要赚到一千万 三年我要赚到一千万 然后继续开始输入我的潜意识里面 三年以后我一定要赚到一千万 三年以后我一定要成为一千万的富翁 我一定要成为一千万的富翁 好不好 各位 大树林之子 我一定要成为一千万的富翁 谢谢大家